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用擔心吧 現在醫療很發達好嗎 我們去回診問一下醫生 對 你不要太緊張 怎麼辦呢 不會啦 我們回診去問一下醫生好了 好吧 還是問一下比較安心 好啊 那我陪你去 好啊 好 走 一般來說 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原則上只要在30歲以上的成人就可以參加健康檢查 或者是你本身有覺得自己最近有一些症狀 像是比較疲勞 體重不明原因減輕 或者是家族裡面有癌症的相關病患 有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等遺傳疾病 以及本身是B型或者是C型肝炎的代言者 有長期不良的生活習慣 像是抽菸 喝酒 吃檳榔 長熬夜 缺乏運動等 這些都是適合做健康檢查的對象 每隔多久做一次健康檢查 這個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主要要看個人的健康狀況 還有疾病的風險 大概從30歲開始 就可以先從基本的一些健康檢查項目來開始做 而如果說有特定的家族病時 或者是不良的生活習慣 可以提早檢測相關的項目 一般來說 40歲以上 如果還沒有滿65歲 建議至少大概兩年到三年 要做一次健康檢查 然後我們會針對高風險的項目來做追蹤 如果已經年滿65歲 建議則是至少每年 可以安排一次健康檢查 一般來說 我們在挑選健康檢查的項目的時候 第一個要考慮的要件 就是疾病本身是高盛行率 所以我們越常見的疾病 就越需要檢查 另外 我們會根據民眾的年齡性別 還有是不是有家族的病史 再加上他的生活環境 個人的生活習慣等因素 對於健康檢查的項目 也會造成一些差異 建議民眾可以向醫院的健管中心 諮詢 藉由專業的醫療團隊來討論跟協助 找出適合自己的健康檢查項目 當健檢的結果出現紅痣 像是最常見的像是血脂的異常 肝功能的異常等等 的確是應該要加以注意 但這不代表說就一定是身體生病 有些民眾一看到醫生就會因為緊張 導致血壓不正常比較高 或者是因為健檢前比較疲勞 熬夜甚至於有應酬 造成素質不準確 所以我們看到紅痣的時候 先不要慌張 可以先跟我們健檢的 檢查的醫師尋求醫療建議 再進一步來做觀察或治療 如果健檢就算沒有紅痣 也不能掉以情形 因為我們健檢 雖然是醫療的一個檢查 但是科學有它的一個局限 不見得能百分之百把所有的疾病都找出來 所以我們要繼續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然後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才是正確的方法